最近立法会中,自由党主席邵家会议员提出议案 要求政府加快输入不同行业的外地劳工 同时允许大湾区内地劳工继日往返香港和原居地 经过全体议员记名投票,大笔数获得通过 其中除了六位工会代表反对以及四位弃权以外 与此同时,香港最低工资委员会决定 从5月1号开始,最低工资调升到每小时40块港元 如果按全职每天8小时算 一个月大概工资是将近1万块钱 输入外地劳工和最低工资 历来是工会和商界之间具争议性的话题 由来已久 不过最近的情劳有点变化 主要是目前整体社会劳动力减少,人才、人手两缺 雇主自然大声疾呼,增加外地劳动力 而工会也十手底线保障本地劳工的饭碗 而最低工资呢,工会自然要求越高越好 而维护基层劳工的尊严 雇主就希望账户越慢越好 减轻工资成本 疫情辅长以后 百费待举 不论医护界、社工界、旅游业、饮食业、运输业等等 都出现人手短缺的现象 尽管经济活动已经迅速恢复 但是无奈人手不足啊 每每出现有生意无力销售 有订单也没办法承受的局面 故事 邵家辉议员提出的议案 会得到大笔数通过 那是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来听听邵家辉议员的介绍 关于希望可以输入一些人力 过来支援香港这个问题 觉得我们香港人手不够呢 其实我已经说了 其实都大半年了,程三 而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上面 我都有表达过 其实现在各个人都不够人的 为什么近段时间谈得比较多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人开始那个缺人手的情况 已经是越来越严重 如果香港市民在这儿生活的话 平时出去喝茶 大家都亲身体验到 那些人不需要叫他倒茶给你 其实那个情况可能 都要等十分钟他都未来 但是以前的话 可能你会投诉 现在我相信你们都不忍心 因为看到那个场合 可能几百人在这儿 可能只有三四个小姐 在这儿负责去服务大家而已 那也有很多零售电报 告诉我听 成千尺的下只只有一个人去工作的 那又要收钱 又要上货 又要去招呼客人等等的话 其实就算在那个叫做 保安的问题 或者盗舍的问题 其实都是危险的 其实现在在不同的行业都非常艰难 尹雪业的张宇仁议员的话 说我们差四万人 这个航运交通界的易志明议员的话 都说这个海陆空三个都差十万人 因为未来三跑这些机场那边 可能都需要几万人去支援 那我零售电视界又差三四万人 那你可以知道其实香港的情况有多惊慌 如果大家对上有印象 两个月前到其实都有一宗 在深圳有三千人想过来 光顾我们香港 就是过来 就是有些活动 想去市区那里玩一下 但是到最后来 因为发现我们没有旅游巴和渡游 他们这三千人要打到梅虎回到深圳 那其实这两三个月前 这个故事已经是一个警钟了 不过最近的话 就是这个情况更加严重 因为连同事过都呱呱叫 因为他们做得很辛苦 正如刚才你所讲两个人的事情 一个人做 那么长逐下去的话 虽然对香港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 在立法会通过的议员议案 不是法案 没有法律上和行政上的约束力 简单来说 是议员们一种记录在案的集体表态 政府没有必要执行的责任 但是也不能当成耳边封 完全当议员是没有发生过的事一样 这需要交代和跟进 尤其是大笔数通过的一样 香港有的外地劳工 有一段历史了 由来已久 最大中的就是几十万的外地家庭佣工 另外在政府加快基本建设的时候 遇到特殊的工种非引入外劳不可 也比比皆是 根据政府的补充劳工计划 必须借过严格的审批和程序 前提是 雇主必须确实无法在本地 雇用到合适的人手 而且是指定的工种 工作完了以后就必须离开 雇主在聘请外地劳工的时候 还要交费用资助政府培训局 培训本地劳工 如果现在提出大湾区内地劳工 继日往返居住地和香港 技术上 程序上 有没有问题要考虑呢 预计接下来 大湾区的劳工到香港 会是针对什么样的工种呢 事实上大湾区 我们香港是其中的分子 有整七八千万的人口 香港政府现在都经常去支援 我们一些香港的朋友 上去大湾区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单向 我们也要双向 因为很多香港人 常常去全面尋找 对不对 所以在大湾区如果融合的话 我们有这么多人力回到香港 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们这么需要帮忙 都希望我们可以来帮忙 至于人力计划里面有几点的 如果你不介意 我一定要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即会说 你介绍一下 第一就是希望可以效法澳门 澳门的做法就是 每天即日往返 即是现在珠海的朋友一早上 就是过去澳门做事 晚上做完之后 他就回到珠海住了 那又不会影响到珠海的住房压力 所以如果你在大湾区的情况 我们就是去融合的话 希望那些朋友可能在深圳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口汗 那我们一早上过来做事 做完之后就回到深圳那边 而那个房租就不会令到香港提高 第二的话 他们回到上去上面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住房的租金 压力都会减低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都要担心 就是要帮忙去想想 勞工界那些的忧虑 就是会不会拖低了香港的公司 所以我们建议都是参考 这个工资中位数去请那些朋友的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零售价 现在14000多元一个月的 那你就算以后在大湾区 那边找人力过来帮忙 那些朋友做回这个行业 其实他都要给回14000多元 给回这个金额给他的 那如果你想想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老板他只是会 如果是请的话 都请回香港人 不会请国内的朋友 又要申请那么麻烦 对不对 那另外第三就是说 那个配额制度 还有那个签证的情况 那我们建议就是 就是可能两年一次的Visa 那有些什么事 香港经济差的时候 他都可以请回朋友 就是不再做Visa 那么就可以回国内 那么多谢他为香港的贡献 不过 此反对意见的工会代表就认为 目前香港并非缺少劳工 而是由于工资待遇不吸引 故事 劳动力没有得到释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为什么香港有一半的女性 都是家庭主妇 她们不是强大的劳动力吗 当然你可以说 家庭主妇也是重要的劳动力 香港劳联妇女委员会主任 刘婉怡说说她的分析 45万是未就业 未就业 对了 就是没有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妇女 对了 是没有工资 就是不是计算她收入家底 怎么不计算 不是不是 其实她没有就业很多原因 一可能先说她出不了来做事 二可能她觉得她未必要做事 其实我当她一部分是 她很想做家人与妇 我当你一半想做事 你也有二十几万 我们因为前天跟妇女聊过 其实她很想做事 因为你要知道 每天二十四小时困在家 对着那班小朋友 或者对着自己要照顾的父母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很困惑 很抑郁 其实她们说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去找工作 想出来 一 我想休息一下 你想想这样打困受到也很辛苦 第二 出去做事 她会觉得我在学习 她不想跟社会 有这么大的脱节 因为你常困在家里 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懂 你只懂得洗衣煮饭 你有什么懂 所以做事的价值 除了是人工 还有工作的学识 和成就感其实都是重要的 如何帮助妇女 进入劳动市场 因为有四十几万妇女 是没有投入劳动市场当中 刚才你说其实很多错配 有人没工作 有工作没人做 很多前线的 比如有些餐饮业 可能卖东西 其实妇女绝对确确有余 可以应付这些纲位 有一点不可不知的是 目前内地有比较沉重的就业压力 与香港的情况很不相同 或许香港输入内地劳工 某程度也是提供了他们就业机会 从整个大湾区来说 或许不失为一种就业机会的互补 在香港 工会要保障本地劳工的饭碗 每当说到输入外地劳工的时候 都会本能反应地表示反对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作为工会 它的本质就是维护权力嘛 情势迫在眉睫 邵家辉议员获得通过的议案 接下来是不是该是政府的事呢 议员会怎么样去出城落实呢 大湾区其实有七八千万人口 那那个人力其实是非常充裕的 跟我们香港其实那个人口比例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不是在外面输入人力的话 其实是难搞的 而大湾区里面其实七千多万人口 其实有九加二城市里面 也有很多可能在城市的旁边的乡 那些人力的朋友都希望寻找一些机会的 而那些人士其实除了可能 除了懂普通话的话 有很多可能因为都是大湾区 他说广东话其实都是理解的 等等这些的话 我相信如果他可以来到香港 支援我们在我们的农动市场的话 就是还有一个人力的动作 我说是双方面都是得益的 本地工人优先 也是我自己同意的大方向来的 但是去到去年的情况 你看到去年年中之后 开始有逆转了 就行行都可以跟我说 每个都请不到人 那我才能看察到 原来的情况在香港其实越来越恶劣 所以在这大半年的话 你看到我不断在不同的情况 都跟政府的官员表达 现在的人力的市场 那现在我相信 在香港生活的人大部分都知道 现在其实人手不够 我们香港其实欠缺人手的情况 再包括在上个礼拜三 我刚才提议那个 在立法会大会通过的议案 那个比例除了劳工界的朋友 他们反对 还有有死亡戏权 是大比数通过这个人力的 是其他各个党派 都是有这样的角色的 那我相信政府 他都会就着这个结果 希望他加快 去明白现在每一个行业 都欠缺人手 还有如果不够人力的话 我们要发展 还有我们要服尝 我们现在全面通关 去追回过去那三年所损失的东西 其实是会减慢的 从5月1号开始 香港的最低工资 调升到每小时40块港元 工会表示 应该是调升到43块5港元才对 香港的最低工资委员会 每两年检讨一次 过去三年疫情不得不冻结了 那么现在是否应该追加呢 最低工资究竟影响了多少打工仔 是不是时候对整个制度 有所反思检讨呢 我们回头继续分析解码 香港的最低工资制度 从2011年5月1号开始实行 到今天12年了 其间每两年检讨一次 2011年时候 确定的最低工资是 每小时28块钱港元 也就是说 12年来 从28块涨到了40块 涨了70%左右 之所以要不断的检讨调升 关键点在于要追赶通胀水平 否则的话就变成 某时候会变相减工资了 工资涨了 但是涉及的人数就越来越少 那是不是一直涨下去就完事呢 当年确立这个制度 根据政府的宗旨是要确保 社会最底层的劳工 能够有保障尊严和 起码能够生活的收入 当年确定这个最低工资 是一个大事情 因为涉及到 有可能拿这个最低工资的 劳动人口是将近20万 以全港300多万劳动人口来计算 会是十几个人当中有一个 经过12年来的运作 确实很多人因此就得到脱贫了 那么现在涉及到拿最低工资的 又是多少人呢 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委长陈伟冲 作为雇主的代表 一直都很关注最低工资问题 让他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会这样看法的 40元这个水平在现阶段 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都体会到 其实不止40元这个时薪水平 因为大家常常都会去到茶餐厅 在门口都会张贴了一些请人广告 你都看到已经不是在这个水平 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 在这个水平当中 这个是我们这个机制 在四年之后再提出一个水平 不是一定要跟着通胀去走 但是我们是想保障到 某一些工种和某一些基层人士的收入 那个水平 所以我们觉得在现阶段来说 40元这个水平 其实大部分已经不是在受影响的行业当中 如果我看一些数据来说 我们这个机制已经运行了十几年 因为由2011年5月份开始 就一直到我们上一节调整 就是2019年 当时就加到37.5元 37.5元 其实已经在2011年 赚取最低工资人数 那时大约有18万人左右 去到我们的记录当中 这个数字反映在2019年 应该2021年 就大约只有14000多人 那大家从这个数字上去看 应该是感觉到和感受到 我们现在这个机制是行之有效的 是有成效的 按照陈伟冲的资料 目前拿最低工资的 只剩下1万多人了 整体三四百万的劳动人口中 只占几百分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一方面最低工资必须追赶通胀 这也是工会历来坚持的基本点 因为根据香港的众援计划 也就是没有收入的 失业人士家庭的援助金额 私人家庭也可以拿到每个月 14000块钱港元 那么如果最低工资 不追赶通胀的话 极有可能某一天出现 工资低于众援金额的情况 那岂不是鼓励人们不要去劳动 就拿众援金额了吗 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低收入劳动力 随着逐步的调升 都先后远离了最低工资的界限了 过去涉及到最低工资的人数多 相关联系的关系的也多 比如说当年你拿28块钱工资 我拿的是高一档30块钱 一旦你加到30块的话 岂不是跟我看齐了 我也可以大有理由要求加工资了 那么层层上去会产生涟漪效应 水涨船高 产生的经营成本会大大增加 相信陈伟聪作为雇主肯定会有想法 我们应该是向完善的制度去想的 但是呢 由刚才我说过的数字 18万多的人数 到现在是14000多的人数 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成为 这个做法是有效的 那么就这14000多的人数当中 我们是否应该再细化去看一看 是哪一种工种 或者哪一类型的人士 除了去考量 考虑机制的改变去配合 又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 譬如某些工种 我们是否可以针对性做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扶持有什么基金 或者某一类型的人士 有没有一些社福的制度 可以去加进去 令他们能够受惠 而不改我们这个机制呢 因为刚才我也重复了很多次说 受惠的人数已经去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照顾到这万多人 但是重新去改变这个机制是会比较复杂 既然这个机制反映的数字 都是一路向下调 而行之有效的话 我相信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好像我刚才所说 从第二个角度 对一些福利的条件 支援的基金去帮助他们 这种联谊效应在大家工资都不高 都差不多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现在绝大多数的低工资的人都脱贫了 他们的工资早已经没有跟最低工资挂钩 而是由市场规律去调整了 但仍然可以用最低工资作为由头 要求加工资啊 这种所谓的联谊效应是不是有点问题呢 你到街上问问老百姓 说最低工资是什么东西 可能很多人说跟我没关系 但是他还可以用这个做由头 去要求加工资了 目前一万多人当中 基本上是政府外判的清洁工等等 为什么我们不能精准的为这一群人提供照顾保护 而是一刀切的用最低工资来让所有人做底线呢 说实在的 现在大多数的打工仔和雇主商定工资 绝大多数都根本不会考虑最低工资了 对此大家都已经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一个餐馆的洗碗工不需要特别专业技术 市场价格是动不动一万七八千块钱的工资 而且还不好找 一个大学毕业生工资也可能不到这个价位 但他们都不会考虑最低工资了 无论如何最低工资对所有的打工仔 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看的资料当中 那个范畴是有牵涉到这些工种的 也有些可能是保安 在我们政府刊登刊献出来的资料 也列出了有好几样工种 是受到工资比较低的影响的 所以我才提出刚才说 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些资料 在那几项的工种上高 是否真的可以针对性去再看一看 有其他的方式呢 因为我重新说 我们这个制度走了这么久 是可以优化 但要完完全全很大改 我又觉得是否有需要呢 所以重新 我们应该多方面探讨一下 我相信在这个范畴上高 我们要考量的是 如何会影响到其他行业 或者是其他一般市民 对这件事的理解和接受性 因为很多时候做完出来 政府所有的行为 都会影响到公众的影响 比如说那个范畴加了 是否代表其他行业都应该开始加呢 有没有一个连锁或者连以效应 令到其他行业都会考虑到 这些都加了 应该总体都要加了 连最低这种工种都加了 应该所有都向上升 那就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影响 尤其是现在的经济 不是太稳定的时间 我相信这件事 会导致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我始终觉得 这个机制已经运行了 有十多年的时间 已经有一定的 不仅是基础和经验 我们应该是顺利这个制度 所以既然是这样 我又不会说一成不变 我们定时应该是做出一个检讨 因为所有经济环境 社会变迁都会令到很多事情 需要改变 我们需要去看 但是在一个大规模的改变 我暂时个人觉得 我看不到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这万人 我们也不会说不去理会 不会做任何事情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说 有没有办法用其他手段 或者是一些方法 去令到这件事再去变得更好呢 当社会开始步入富裕 我们切切不应该忘记 还有人需要照顾和扶持 但与此同时 也应该鼓励越来越多的人 支持其力 奋斗打拼 最低工资制度有它的好处 但是到目前这个状况 是不是有更新和优化的必要呢 特斯沃政府天天都在喊抢人才 现在不光是专业人才 连普通人手都欠缺 再好的势头也没有用 因为没有足够人手干活啊 最近一连串会展中心举办的大型国际展览 一再出现酒店无法承受客人 要转到深圳过夜的情况 外商在会展中心轮后出租车 要一个多小时等候等等 有立法会议员就叹息 政府现在大规模全程推动的 Hello Hong Kong开心香港活动 看来会因为人设问题而无法落实 商界不应该光是考虑本身的经营利益 工会也不要老是本能反应 坚持饱饭碗 没有劳动者哪来的营业呢 没有雇主又哪来的资本呢 香港从来是个包容的社会 没有明显的阶级 宗教 种族等等的对立 香港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我们应该有大局观 以核中共济替代 狭隘私利和固有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役安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